我们的天空 吹不通的风 看你的笑容 谁能不动容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蓝猫说电影 今天要介绍的是 Le Belly Le Bat 哎呦 总之就是法国版的美女与野兽 故事开始 女主一家原本过着幸福富裕的日子 但就在一场沉船的事故中 家里失去了财产 只好被别搬到家外 开始新的生活 啊 一场沉船的事故 你就穷了 啥的咩 就好比马云啊 经历了一场车祸 突然间就不是首富了吗 女主老爸到城镇里办事 再回家的路上啊 不小心坠落了散衙 误打误撞来到了一个城堡 里面有很多的美食和财富 但她都没拿 继续走着 她看见路边有一枝玫瑰 嗯 就想起女儿 女主喜欢就栽下来了 这时候突然就有一只野兽 跳出来扑在她身上 她说 你干嘛偷栽我的花 那只野兽说 我给你一天回去跟家人道别 再回来宋子 否则我杀你全家 女主听到这个消息后 第二天决定带父宋子 出发去城堡 诶 她想做第二个花木兰吗 女主与野兽终于碰面了 女主已经做好要死的准备 但野兽却说 只要女主乖乖待在城堡里 就不杀她 哎呦 人美真好 换一个丑女 早就变成盘中餐咯 没办法 女主也只好留在城堡里 晚上 女主透过梦境 看到野兽的过去 野兽在还没是野兽前 是个英俊潇洒的国王 她有个爱妻 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国王爱列路 爱妻却不喜欢 就在国王和爱妻 要做爱做的事情时 爱妻却说 你只要放弃列路 我什么都给你 国王啊 她用下半身思考了一下 就说 好吧 我答应你 回到现实 女主思念家人 便跟野兽谈判说 我陪你跳支舞 你让我回家 一天 跳着跳着 女主把头靠在野兽身上 野兽就问他 你爱我吗 女主听了突然发脾气 你这孤独暴力的野兽才不爱你呢 接着 女主在无意中看见野兽吃动物的样子 这把女主吓得急忙想逃 跑着跑着 野兽也追来了 拾出地上室的癖童 准备亲吻女主 女主却掉下冰地里死了 野兽拿了复活神仙水 复活了女主 再对女主说 好吧 我让你回家一天 如果你一天内不回来的话 女主打断野兽的说 你又要杀我全家是吗 野兽说 不 你的家人不会死 但我会 哎呦 我还要耍帅 女主听了 当然心花怒放 因为从来没有野兽会对他说这样的话 女主回到家里 见到他病毒的爸爸 晚上睡觉又再次进入梦里 前面提到 还是列路去了 国王一直见四道路的心 走近一看 路竟然变成他的爱妻 原来呀 爱妻是三生的女儿 可以化身成路 三生知道自己的女儿死后 怒火攻心 便把城堡里的所有人都变成了石像 又把国王变成了野兽 作为众生的诅咒和惩罚 再回到现实里 女主急忙用野兽给他的神仙复活水 给他的爸爸 至于女主的窝囊哥哥 因为欠钱便带着 债主来到了城堡里面 抢夺里面的财富 女主得知后 马上赶回城堡 却来到了一个禁忌森林 过不去 女主祈求三神 求你让我通过 去救野兽 那禁忌的森林还真的打开了 我男哥哥和债主 抢了城堡里的财富 出来时 被野兽和巨神像拦住 当野兽准备大开杀戒的时候 女主来到说 别杀他们 记住 你曾经也是人类 不是野兽 我也没抛弃你 不是吗 就在这个时候 债主拿出一字箭 偷袭野兽 把他给杀了 别慌啊 死亡对他们来说 没什么大不了的 女主叫兄弟把野兽 抬去复活生鲜水池 野兽就很顺利的复活了 野兽对女主说 你给我一点时间 或许你就会爱上我了 女主说 不用多一点时间 因为我已经爱上你了 就这一句话 打破了三神的诅咒 野兽终于变身回人类的模样 从此啊 男主和女主 就像每个童话故事般的 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了 至于坏人寨主怎样了呢 三神堵拦他 把他变成了植物咯 电影结束 总结来说啊 还是一个挺浪漫 欢迎度极高的故事 就有一点得吐槽一下 三神老兄啊 你到底是讨厌野兽 还是喜欢他呢 又给他复活生鲜水 救据神像的 还帮女主通路 再说了 你女儿死的时候 干嘛不用复活生鲜水呢 真是的 马上订阅蓝猫说 电影里获得更多的精辟解说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